王毅对菲律宾下最后通牒 中非关系已经站在十字路口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中国外交部网站12月20日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应邀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通电话 这个事怎么看呢 谁打电话 菲律宾外长打的电话 谁接电话 王毅外长接的电话 为什么打电话 大宗雄已经站在他家门口了 他不打电话干嘛呀 王毅说什么 当前中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 根本原因在于非方改变基金的政策立场 背离了自己的做出的承诺 不断的在海上挑衅滋事 损害了中方的合法权益 中非关系已经站在十字路口 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非方务必要慎重行事 什么意思 这叫最后通牒 就是这么直接 这个措辞实在是太强硬了 等于什么 一只乌苏里大宗雄跑到你菲律宾家门口 管你要鱼吃 你不给那就是威胁我的国家安全 那你就是不是维护我的利益 你要干什么 你要影响我的利益 就这么简单 中国和菲律宾现在什么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你说这个战略伙伴关系是不是要取消 不会 不会这个方向 肯定不是这个方向 什么方向 南海 南海有点事 最近菲律宾跳的比较高 就这么直接 最近菲律宾海军司令 不是跑到坐摊船上去搞行为艺术去了吗 你搞行为艺术 那可以 那我就要予以反击了 对不对 这是最后的红线 知道吧 这是最后的红线 这个里边涉及两个事 一个事是什么 是仁爱交坐摊船 另外一个是填黄岩岛 其实美国呢 之前对中国也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就是在黄岩岛 你这什么 呃 永暑礁啊 你这你这些地方 你可以随便填 无所谓 但是黄岩岛最后的红线 黄岩岛最后的红线 如果你要填黄岩岛 那我一定要接触 现在是什么 中国呢 是想方设法的 要踩一下这个红线 为什么要踩一下这个红线呢 强迫美方退让 因为美国现在打不过 为什么打不过 俄罗斯乌克兰这个 你看着你也打不过 对不对 巴勒斯坦以色列 给你整个焦头万额 现在胡赛武装 都能开始折腾你了 那你现在有什么实力 你现在什么实力都没有 那我在黄岩岛上这块 是不是得做点文章了 那怎么做文章 那不就得等着菲律宾挑衅吗 为什么呀 因为菲律宾挑衅 我们可以有借口啊 找个借口多好啊 没有借口 这没法下手你知道吧 你没有借口 你怎么整 没办法 是不是 有了借口呢 太好了 谁叫菲律宾傻呢 谁叫菲律宾捏呢 谁叫菲律宾不懂道理呢 谁叫他自己问题解决不了 想搞行为艺术呢 对不对 我们要感谢菲律宾呢 菲律宾太可爱了 为什么 随便给我们借口 让我们去参与这些事务 知道吧 只要开战 告诉你 要么全球化没了 要么美元霸权没了 所以美国敢开战吗 美国不敢开战啊 只能抗议 说我抗议我要制裁谁 随便制裁 随便制裁 那我们就反制裁 来回一制裁 美国一发现 诶 制裁好像不行啊 就是这个知道吧 中国现在在干什么 中国为什么 对着菲律宾外长 说这个 人家直接了大 给你打电话 你直接点人一通 为什么说这个 中国在干什么 首先一个 中国在找机会 中国在找茬呀 这不就是找茬吗 2018年贸易科技战以来 我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什么意思 中国当时要维护中美关系 美国是怎么着 得寸进尺啊 你美国得寸进尺 现在中国怎么着呢 我当初想报复你 我就可以报复你 但是现在我肯定不怎么办 我就现在报复你 怎么办 那我找茬呀 我可以找茬 怎么找茬呀 我想还手了 你美国现在怎么办 美国现在害怕中国还手 美国现在害怕中国 整整他 对不对 美国现在想得到的东西 之前得到的东西 他想攥在手里 他不想放 他不想放怎么办 他不想怎么办 那中国就找茬嘛 谁叫你把菲律宾调出来的 你调查了菲律宾来干嘛 来恶心中国来了 菲律宾来干嘛 来火中取利来了 来搞平衡来了 如果你中国 你不想让我挑衅 你给好处 这是菲律宾的想法 这是菲律宾想法 这个想法有点太天真了 现在怎么办 中国在利用菲律宾 利用菲律宾干什么 你美国你怎么办 你美国怎么办 我现在就打你家孩子 我现在就瞄准你家孩子 我要打他的小屁股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中国在干的 这只大宗熊 哇加爬上来了 爬上来了 你阿拉斯加宗熊 你进不进来 你阿拉斯加宗熊 你来不来 对不对 你如果不来怎么办 你不来 那好了 菲律宾这个利益全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黄岩岛也被我填了 任爱教的船也拖走了 然后我也给填掉 就这个 如果没有菲律宾的挑衅 那怎么办 没有菲律宾挑衅 这块这个事儿 还不太好整 你知道吧 真不太好整 如果真出几个 像杜特尔特这样的人 一边说戈之争议 一边说求发展 这还真不太好整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菲律宾出一个 小马可视 小马可视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军方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怎么办 那我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什么 就是等着你找茬 找茬完了 我就要推行我自己的利益 问问你美国害不害怕 我知道你美国很恐惧 因为你现在美国 如果全球化没了 你分分钟996 就你现在这个人 那个懒样 他能分分钟996吗 根本不行吗 对不对 第二个是啥呢 就是杀鸡警猴 杀鸡警猴给谁看 首先一个 杀鸡警猴是给菲律宾看 我们知道菲律宾这国家很分化 又有财阀 又有普通人 又有军方 那我杀鸡警猴 针对军方告诉他们 什么意思 你现在跟我斗 你斗不了 你没有这个实力 你没有这个实力怎么办 要么你解决自身问题 用其他的方法 要么你跟我拼 你拼你到时候啥也没有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给周边国家看 尤其是日本韩国 还有那个东南某岛 再加上东南亚这些国家 你给美国火中取利行不行 可以 但是你要有后果 在你这块等着你 这个后果你能不能受得了 你受不了 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 告诉美国 告诉美国 这是你小弟是不是 这是你的小汪汪 是不是 现在我就盯上你小汪汪 我就狠狠的要踩他了 就这么简单 你帮不帮他 你要是帮他 全球化没了 你要是不帮他 那好了 那我就踩他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直接 就这么直接 这叫杀鸡镜头 第三个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是菲律宾 知道吗 因为他是菲律宾 为什么呢 途径比较孤立 因为他不可能是台湾 为什么不可能台湾 咱说句实在的的话 你要听大爷猫节目 你看我一说台湾 说什么 最好的话呢 就是谈判合同 对不对 哪怕一国两制 这个我也能接受 但是一旦要武统 一旦要战争爆发的话 那台湾很有可能粉末登场 粉末结束 什么意思 自己猜去 自己想去 我愿不愿意看到这个 我根本就不愿意看到这个 为什么 台湾他毕竟是同胞啊 台湾的毕竟是同胞啊 有没有可能是日韩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是日韩 我也不倾向于日韩 为什么 毕竟来往也比较密切 这俩地方都挺发达的 你把他俩给破坏了 重新建设 想必这花销一点太高 就是这个 那只能是菲律宾 为什么我之前也说过 首先菲律宾他不太合群 他是个基督教的国家 第二个 他这个政治体制呢 也不太合群 他是个拉美化的国家 第三个是什么呢 他的民众跟他的财阀 也更不太合群 一旦战争爆发 他的民众被留下了 他的财阀跑了 就这么一回事 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 他没有经过整个的后知名主义解放 他得到的什么 他就是美国的一条中权 其实他的忠实度比这个谁 比韩国日本还要厉害 第五个是什么 他很弱 对不对 但是你说我希望看到 我希望看到这个菲律宾这个事 最后最后菲律宾挨揍吗 我不希望 我真不希望 我在加拿大有很多菲律宾的朋友 我很多菲律宾的朋友 然后我跟他们关系都特别好 而且我一谈南海的时候 我们一聊南海的时候 他们这块就就就开始那啥了 开始紧张了 为什么开始紧张 然后我就安慰他们 行行行行 咱们喝冰茶去 就这个咱喝冰茶去 对不对 菲律宾孩子太可怜了 菲律宾孩子太可怜到什么程度 马尼拉的这个什么 马尼拉的这个平民窟 马尼拉平民窟 他们孩子你知道吃什么吗 垃圾站里 垃圾站里人这吃剩下的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煮热了煮热了 放了一袋一袋的去卖 然后他们买这个东西吃 这叫派个派个 你敢吃这个东西吗 你敢吃这个东西吗 菲律宾底层这些孩子 底层这些孩子没有机会上学 哪怕有机会上学 他也学不好 学不好 为什么肚子里有蛔虫 你怎么上课呀 这闹着玩呢 这是 菲律宾咱这么说 菲律宾是有发展能力的这些人 财阀这些人 上层这些人 咱这么说 他有的是机会发展 他占了整个底层 这是发展机会 底层的人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菲律宾跟缅甸不一样 咱那么说 菲律宾跟缅甸不一样 菲律宾是啥 有机会的 有绝对的机会 没机会的是绝对没机会 缅甸不是 缅甸就是自己作死 缅甸就是自己作死 搞什么 你看他搞这个村积泄斗 他搞的这叫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小小的国感同盟军 一个若开军 就能把缅甸正规军打成这个样子 然后整个各地的明第五 现在把它给整在 鸡犬不宁 对不对 缅甸的情况上 你要给他好的机会发展 各派能达成协议 做起来好好发展 缅甸能发展的非常好 而且缅甸的普通人 很多都能发展起来 能享受这波红利 菲律宾可就真不行 菲律宾可是真不行 这是整个他这个 他这个上层结构 最后做引导下来的 就这么直接 所以菲律宾很可怜的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要整他 因为你挑衅 因为国际上不讲道德 国际上他不讲道义啊 国际上讲这个实力 你挑衅我呢 我不直接针对你 针对谁 我针对你 还真就不是针对你 我是为了针对你 针对你后边那个人 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是这个吗 那你菲律宾 为什么这么傻呢 我们不知道啊 王毅这发话什么意思 乌苏里大宗雄 现在想吃你们家的鱼 乌苏里江里 就没有三文鱼了 被那只大猫吃掉了 现在没有三文鱼了 那我到你家里吃鱼 你给不给 你不给 就是破坏我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子 谁叫你跟美国火中取栗呢 不就是这个吗 别忘了 南海之前一百年 是什么 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只是最近二十年 中国主动出击 啃下半个南海来 中国现在在南海方向 一直保持公式的 那中国下一步要干什么 接着之前得到的东西 仁爱骄坐摊船要拖走 怎么拖走 如果你再挑衅的话 我把它拖走 拖走船上的船员 公开审判 在中国服刑 然后全线播报 让你菲律宾人看 就这个 就这个 你不反对我吗 你不向我自家咧嘴吗 无所谓 你没实力 随便自家咧嘴 然后到时候 我把你自家咧嘴这东西拍上来 然后我这些民众在看 哎 挺好的 好不好玩 就这个 就这个 对不对 然后填荒岩岛 就说中国想做的就是这个 想找查 想找这个机会 就看你菲律宾给不给机会了 但是现在要告诉他 现在要告诉他 处在十字路口上 你给这个机会 这俩地方我拿掉 如果你不给机会 那好了 咱们 咱们革制争议 咱们共同发展 所以王毅接着说 菲律宾不要 在错误的方向 继续走下去了 尽快到正确的道路来 什么叫正确道路 说把这些地方 想给中国吗 不是 中国不想要这个 中国想要的是什么 妥善处理争议 这个不是大事 大家一块发展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然后呢 他又后边一个警告 什么意思 如果你一意孤行 勾结外部势力 那中国要依法维权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 如果你给美国火中取利 那一只大东雄 跑到你家门口 我就要你三文鱼 我要你鱼吃 你给不给 你不给 你就是损害我的利益 就这直接 对不对 所以啥意思 别给脸不要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菲律宾的外长马纳罗呢 介绍了非方在仁爱交问题的看法 随便介绍 你小国 你没有资格 对吧 表示双方能能接受管控分歧 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这就是听其言观其行 然后呢 中国想达到的什么 中国想达到的 其实是南海行为准则 什么叫南海行为准则 现在这些东西 我知道大家有争议 那好了 有争议就有争议 咱隔之争议 共同发展 什么叫南海行为准则 这是中方的标准 对不对 这是中方的标准 中国要干嘛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 推行自己的玩法 就这么直接 然后把美国的玩法排除出去 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是这个吗 你说中国真的要说 如果我的标准 可以在东南亚全部推行 然后东南亚的经济完全依赖我 完全依赖我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发生的事 就是西方整个退出东南亚地区 就是这个 这就是中国想要的 这就是中国想要的 对不对 菲律宾知道自己不行 还为什么要碰词 那这个里面就有意思了 首先一个呢 他不发展 不发展自己财阀 这事就解决不了 那只能就是说转移矛盾 玩民粹嘛 玩民粹 然后我跟大宗雄碰词了 碰词了 我又赢大宗雄了 然后回去宣传 就这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有人说小马可视 手中有美国的什么 有美国的那个把柄 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可能有可能没有 无所谓 他怎么着怎么着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菲律宾的军方 被美国长期影响和支配 然后文官政府拿他没什么办法 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他才参与到了 对中国碰词 对中国挑衅这种事物来 之前中国没实力的时候 菲律宾碰词怎么办 只能让利嘛 对不对 只能忍着嘛 现在有实力怎么着 现在有实力 就找茬 找借口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推行我们的标准 我们要推行我们在南海的 一系列行为规范 你菲律宾要触犯这个行为规范的话 那对不起了 那我针对的只能是你 谁叫你在周边很弱很不合群 然后呢 你又是美国直接了当 最忠实的那条小方法呢 你觉得马来西亚喜欢美国 伊都尼亚喜欢美国 你觉得越南老挝谁喜欢美国 没人喜欢美国 就你菲律宾 知道吧 你觉得日本韩国就喜欢美国 日本巴不得呢 直接了当把这条铁链子给他拿下去 对不对 我这么跟你说 美国 美国如果退出这个整个区域了 你就看日本什么表现吧 头一个咬的搞不好就是他 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了 王毅对菲律宾下了最后通牒 中非关系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菲律宾怎么做 那就是下一步的事了 如果他不绞紧 如果他接着挑衅的话 那最后的 最后的下场非常非常不好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